頭戴西瓜帽的男騎士 逆向停在斑馬線上 恰巧被後方巡邏遠景看見 要他停車受檢 不知道是真沒聽見 還是裝作聽不見 男子當下頭也不回 直接催油門加速狂飆 警方一路鳴笛警追 眼看男子騎著機車直衝 人來人往的夜市裡頭 差點撞到行人 現場情況危急 支援警力也立刻到場幫忙 東哥好 好 親家 親家 黑衣男最後被優勢警力 團團包圍 壓制在地 當下連警車都倒在地上 事發在新北市板橋南亞夜市 騎士會如此心虛 原來是因為他酒駕上路 都人在圍觀 我們是大概有瞄一下 是判說警察在壓制 還原事發當下監視器 還有一名熱心民眾幫忙抓人 據檢逃逸的十八歲 銷信騎士平時在工地上班 八號當天他酒駕上路 一路從樹林騎到板橋 至少騎了五公里遠 被警方攔查不停車 最後發現酒測值高達0.6 當場被扣車依法送辦 相信男子無視公權力 明知酒駕不能騎車 卻還知法犯法 駕照拿不到一年 拒檢逃逸 吃上行辭 也造成民眾恐慌 三月圈過年松前突出最不動